金融股還可否加息這個概念還可以追捧呢 加息應該是說5號那些金融股 你說我會發覺5號仔 好像是2388 2388即是中銀香港都是本地那些 但你會看到5號仔這幅圖 變成了一個range trading 即是上下 但你會發覺它開始慢慢和那個知識曲線 即是十年期美國債息那個關聯性沒那麼大 突然間 因為其實美國十年期債息現在去到3.1 其實高過去到3.1這些位置 三樓上 其實已經高過之前去年很多 即是去年都說1.8至2.5 突然間2去3就很快 但是匯豐就沒有跟到 當中有一個很大的原因 就是因為恆生指數下了 因為澳好事件下了 它就拉了下去 那我息口上那件事就抵消了 那現在變成橫行 那現在究竟會不會突然間跟回呢 即是會不會突然間 現在3.1 現在代口那麼多 不如我立即追回債息 但是暫時看不到這件事 因為其實都隔了那麼久 所以我自己覺得資金 就算現在恆子升上來 都未必先選它 因為它覺得β未必說太高 β的意思就是說 如果我選 假設恆子真的可以順利升到 破到22,700 再忙高24,000 大家都會想究竟 甚麼股會可以領先著 帶著恆子上 通常就是一下子升5-6% 即是可能美團那些 但是如果你說匯豐做不做到 通常匯豐何時才會挺身而出呢 通常就會恆子衰的時候 然後知識率上 就是炒起來 通常是這樣的情況才出現 如果恆子很厲害的時候 通常大家都不會想炒匯豐的 這個就是那個投資者的 sentiment的口味 所以如果你說我只會當一個 Range trading 就算你說再加息 接著0.75% 接著香港又跟上去都好 我覺得它都會只是 按照上面55-57%這些位置 接著又會遇到頂 所以我自己就會覺得 用一個Range trading 去做會好些 現在剛剛就在中間 不上不下 即是你的直博率是中間一半一半 所以我自己覺得 買的即升的profit 或者空間其實不多 所以變成就又不是說太吸引 即是這隻未必是 選擇到放在很前的選擇 即我寧願買友邦好些 友邦 可能友邦的退會 最近都是挺強的 是 我寧願買友邦好些 原因就是因為如果假設 即現在都有一些消息 可能會通關 或者空間的日數會少了 其實有機會有利於補單 即是你找一個銷售師去見客 談補費 可能都會容易 生意都會回來 就是大家都有這些 衝擊預期 所以如果在這樣的情況下 可能友邦會更加吸引 尤其是當然友邦本身 背後都買了很多 投資的投資 即如果在息口上 其實他們都受惠 即是他們的投資 所以再加上如果衝敬多一件事 就是保費收入 或者以至於生意 回復好一點 即疫情沒有那麼厲害了 所以有機會 這個可能挑戰一些高位 可能上回90元也不足夠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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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